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板杨小薇 欢迎收看本周的板杨QA 啊 忙碌的一周总算是过去了 我跟你们讲啊 前两天真的是累得我 只想躺在床上睡大觉啊 哎呀 这好不容易缓过来了 这又被这台风暴雨吹得我是老口痛 哎呀 这日子也太难了 哎 对了 昨天立秋啊 你们知道了吗 这三十四五度的天 它居然告诉我立秋了你敢信 得 咱也不敢问 咱也不敢说 还是赶紧进入今天的三排子环节吧 萌萌的小女孩121说 很喜欢陈赫呢 小薇姐姐带我替陈赫叔叔问个好 小薇姐姐 陈赫叔叔 哎呀 你好乖哦 我上周呢 是的确受邀去参加了 陈赫叔叔的火锅店开业典礼 哎呀 非常高兴 有幸和陈赫还有李晨一起进行了视频的合拍 哇 他们真人真的好搞笑啊 真的好好玩啊 你知道吗 李晨拿到那个大西瓜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什么 是说问我说 哎 我是用头这样呢 还是这样呢 我真是想都不敢想啊 当然啦 我也有替我的粉丝们 向他们二位叔叔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喜爱哦 敏光暗影说 小的小的爱你知道老薇姐的身高有多少吗 鸡哥啊 啊 这个嘛 虽然女孩子的身高体重不方便透露对吧 但是我觉得可能像鸡哥这样的男孩子的身高体重也不是很方便透露吧 啊 这毕竟是别人的隐私对不对 大家不知道 大家不敢说呀 不过嘛 哎呀 作为一个最充分的UP主 既然你们都这样诚心诚意问了 我怎么能让你们失望呢 总得说点什么吧 好吧 我自报 我的身高呢是162 所以鸡哥的嘛 嗯 你们可以看一看往期的视频来对比猜测一下啊 请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黑龙江最强黑客说 我有个问题啊 等于上的板娘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哎 你说的是哪个等于号呀 我等于有挺多号的啊 比如说 板娘小微这个号在等于上是专门发断的 然后呢 发游戏视频的呢 就是挑战视频的叫板娘小微游戏挑战 然后我还有一个发明日后的叫板娘小微明日之后 还有一个发明室内容的叫板娘巨好看啊 这些号呢 都不是日根的 就是有了视频就会往上面更新 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还有一些小号呢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反正你们看到有我本人在的呢 可以at一下我的大号 让我去鉴别一下 好吗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发现的其他关于我的账号 也可以在公屏中打出来 让我看看 哎呀 不过呢 我的大号算是现在彻底被王小剑给霸占了 他就只会发一些恶搞我的视频 其实我有反击的好吗 我反击他都没有发出来 好气啊 不行 我就想想怎么复仇 你们有什么好处 你也可以告诉我 吴可奈恒246说 你带火锅店没送出去的西瓜 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哼 都怪这个臭弟弟 看我真的是更出名了 真的是 现在是巨师文明 看我就是那个 嗯 恐怕是陈老最惨的那女的 我送陈贺啊 李陈啊 那些达人的西瓜 居然没有一个人敢收啊 你感心 阿南都想要过过整 整别人的瘾 结果 贯穿无感 哦 真的气死我了 不过呢 总有一些单程像娘不怕洗的人啊 就是这个结果嘛 有点惨 其实我跟你们说啊 这些西瓜里的果肉呢 基本上都是被我和王小店吃掉的 还有我妈 还有我家里的人 还有我们公司的那些小伙伴 我们天天吃西瓜 现在我看到西瓜有点 不过总比吃榴莲好嘛 对吧 好歹西瓜挺好吃的 在这里再提醒大家一下啊 千万不要浪费食物 不要浪费粮食 跟我一起念 出何日当午 汉地何夏图 谁吃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好了 以上就是本周QA的所有内容啦 感谢所有给我评论留言的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如果你也想参与到QA问答当中来呢 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在我的所有视频下方进行评论留言 就有机会被我选中 当然最好是拼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那么选中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